巴佩玲 著名歌唱老師 鮑培莉、因病細細 這天就在九龍世界殯儀館設齡 鮑老師一身徒利滿門 前來送別的好友就有齊秀蘭 學生汪明傳、梁漢文等等 其實我跟鮑老師的時候 大家都是很年輕女 鮑老師很厲害 聲音很好聽 我很養傲她 而且她對我唱歌初期打好基礎 是很重要的 因為當時我們都不懂聲樂 她就很細心地叫我們練聲 她自己也很年輕 當時就很好玩 她有很多學生 但是我早幾年 我有個五十週年的演唱會 鮑老師是來支持我的 那次聽完演唱會之後 又會再給你什麼評論的意思 她就說我明傳你做得很好 我當然很大鼓勵 當然 她跟著就教學生 我就繼續演出 我是幕前的幕後 大家都連年輕女 一直開始 到現在五十幾年 都很安慰 大家都很照顧 我也覺得她很聰明 至於梁漢文 就很遺憾沒有見到老師最後一面 我有聯絡 我剛剛之前上個月 有跟她在聯絡 約出來吃飯 她突然間上個星期 收到很突然 其實我有一段時間 都沒有跟她見面 只是WhatsApp 訊息 那是否結果一個約會 最終都 是啊 都沒有約得成 你沒有約會 當然 因為 對 因為很久沒有見 那 畢竟也是一個 對我來說很重要的恩師 所以 有些可惜 我見不到